先把南瓜皮给削了 再把籽挖出去 就这样 然后就切成小块 差不多装小半个小时吧 熟了熟了 碾成泥 这个 炼奶 没有放糖也行 然后淋进去 小勺搅拌一下 48条 嗯 把两个鸡蛋 这是看得比较流动的 然后就往里倒面 然后就继续混入 就是混成这样 面就自己看着南瓜的量是吧 反正我这一个南瓜用了四碗面 差不多这样 因为粘粘的 但是吧又能祸起形呢 就挺好看 然后就让它发酵 一会儿见 现在已经发了两个小时了 整个盆都满了 就发成这样就比较好 特别好 鲜花 就是都是气垮的那种 一会儿烤出来就比较鲜花 现在倒料 不是烤 蒸 再蒸出来比较鲜 放了葡萄干 还有葡萄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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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搅心去就行 蒸之前再这样铺一层那个玉米叶 就是一会儿结锅的时候好结下来 然后这个我奶奶准备做四个 上面再蒸 蒸一小块 就这么放中间 然后蒸的时候它自己就摊开了 中间高两万万万压的低一点 对吧 现在把这马上锅 然后等它发半个钟头左右吧 然后再 你看它发起来了 然后你就蒸 这个是发成这么大了 还是刚才那坨面 不过等了好久 因为冬天家里不是很暖和 我就可以蒸了 超级棒 上面那大 对 底下这热乎 对 温度高就发的大 看这刚才旧的那剩子那个边又发现了 对 挺好吗 吃的呢 这个是那个小的 准备开吃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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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